我们采购派出民警 您报警啊 我报的 怎么了 他有事瞒着我 他有事吵架 民警赶到现场时 夫妻俩站在四季青服装街区的马路边 旁边还停着一辆宝马跑车 此时妻子已经夺过了丈夫的手机 我刚从店里出来 就是我问他什么事情 他不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我就说以为他陪我上去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 我说你不跟我说清楚 我就打电话告诉他 然后就这么不认 但是他确实是有事情 他就不给我看 夫妻俩都是温州人 在四季青服装市场做生意 当天丈夫用旧项链 给妻子换了一条新项链 但两人在说到 有没有加钱的时候 发生了争执 就怕他老公有加钱 或者是怎么样 觉得不划算 需要看一下手机查一下账 然后丈夫这时候就心慌了 然后就严厉拒绝了 这老公也没说 为什么不打开 我们问了一下老公 他的意思是说 有些东西不方便给他老婆看 具体什么他不方便透露 于是妻子一气之下就报了假警 在回派出所的路上 夫妻俩又在警车里吵了起来 目前女子因谎报警情 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小夫妻闹电矛盾 那些什么也正常 但是这个报警就要慎重了 不能随便乱说的 哪怕你们发生纠纷 当我们公安把你写的问题不大 但是你不能随便 随心所以说是能够嫖娼什么的 那一个是违法犯罪 哪能随便乱说的 腰包黄剑继续报道 腰包黄剑继续报道